心愿拿不出球关注 点赞三连不迷路 体育明星有多重要 有的时候呢 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代表一项运动 尤其那是对那些相对小众的体育项目来说 也许呢 你从来没有看过高尔夫 但是呢 你肯定听说过老虎舞姿的大名 或许呢 还有他和他120个情妇的粉严 我以前呢就一直觉得打高尔夫那体格也能算运动员 但是呢 老虎舞姿身体力行的证明了一个运动员优秀的身体素质 也许呢 你从来没有看过环法自行车赛 但是呢 你很有可能听说过阿姆斯特朗七冠王的故事 虽然呢 因为服务用身份记忆都被剥走了 还有呢 也许你从来没有看过F1的比赛 但你也一定听说过迈克尔·舒马赫是谁 虽然他已经因为滑雪事故昏迷好几年了 类似的呢 还有乔丹之于篮球 菲德勒小维莲姆斯之于网球 林丹之于羽毛球 以上诸位多灾多难的超级巨星们的共同课点是 他们的影响力都超过了他们所在的领域 用今天的话说呢 就叫出圈了 就像蔡旭坤在篮球领域造成的巨大影响力 都让人忘了他本来是干嘛的了 尤其呢 是在中国男篮本届世界杯的失望表现之后 不少球迷呢都将东京奥运会南南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身高1米83的小伙子之上 出圈级别的巨星的出现呢 能够使一项运动的影响力大大提升 有多少人是听了舒马赫的名字 爱上了F1 爱上了法拉利 哎呀 导致如今已经12年无关的法拉利车队依然作用最多的粉丝 可怜的粉丝们看着法拉利长长换着花样作死 依然是含着泪摇旗呐喊 这里呢 我又没想捡一个法拉利的失误集集 但是因为呢 素材数量过多 准备单出一期节目 你说我怎么老是支持一些标志是红色的 并且以虐待自己粉丝为乐的对务 电竞领域呢 也在试图培养自己的超级巨星很久了 但是目前看来 有出圈潜质的会是谁呢 细数电竞明星啊 无论是从最早WCG时期的人皇SKY 到如今英雄联盟的UCI还是大魔王Faker 都还只能算是自己所在领域内的超级巨星 距离舒马赫和伍兹这种跨界的影响力 还差了大概100个厂长 Overwatch League守望先锋联赛呢 也在努力的打造自己的巨星 在第一个赛季中呢 纽约九霄天秦队 以辅助位置打出全联盟伤害总量 第三名的武僧Jonak 获得了常规赛MVP 一只攻击 还有下单 不是他的活 他要干 还有呢 第二赛季的MVP Sinatra 都是有机会成为那个未来巨星的 不如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个出圈的巨星需要怎么样的素质 首先呢 竞技体育 菜是原罪 成绩自然是最重要的 你要没个三连冠五连冠 你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 在这一点上呢 电竞项目就有点吃亏了 毕竟英雄联盟比赛 满打满帅就不到十年 DOTA呢又过于硬核很难吸引非玩家的粉丝 OW才刚刚开始两个赛季 而其他项目的影响力呢又太小 这么算下了 成绩上面其实只有 正在冲向自己第四个世界冠军的Faker 有资格评选一下 可惜呢 又是个面瘫 女神结婚了都得靠粉丝批图替她表达哀思 而舒马赫 林丹 老虎武兹这样的巨星呢 除了拥有统治级的实力 还拥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点 以及呢 你这个英格雷是得good 最好是very very good 时不时呢 还能讲两句骚话 这人呢 有没有意思 对于这个影响力的传播呢 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呢 如果这个人本身还有一段非常传奇的经历 比如说 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 忽略他这个晚节不保那部分 他曾经呢 战胜了高文矮 哎呀 想不想都是隐隐作痛 的确值得佩服 老虎武兹呢 则是借除了性影 重新回到了赛场 又拿到了冠军 哎呀 这个姑且也算吧 这么算下来 有一个面孔 浮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 他就是人称大师兄的 美国英雄联盟选手Double Lift 下面呢 我来阐述一下 提名干选手成为超级巨星的根据 首先呢 在成绩方面 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在北美 大师兄可谓是掌握雷电的霸主 已经呢 连拿了五个NALCS的冠军了 在世界范围内呢 这两年欧美捞逼们集体雄起 之后呢 再拿几个世界冠军 也不是不可能的嘛 其次呢 大师兄的英语呢 说得倍儿六跟母女似的 还有广闻流传的骚话路精选 什么 我要说的是 游子爷你先站起来一下 在座的各位 都是辣鸡 早已被粉丝们 津津乐道 奉为口嗨经典 最后呢 大师兄去年经历了 亲哥哥谋杀自己父母 这种人间惨剧 而且居然能够迅速调整状态 回到赛场吊打最少 讲完这个故事 我自己都震惊的 无话可说了 大师兄不成为传奇 那真是天理难容 下面呢 我们终于要进入本期的主线了 如果电子经济真的出现了超级巨星 他们应该挣多少钱呢 在经济学中呢 工资等于边际收益 是一个经典的理论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Perfect Competition Market之中呢 工资等于边际效益 Wage equals to Marginal Revenue 简单的说呢 就是你的工资 应该等于你所创造的价值 按照这个理论呢 老虎伍兹在他的巅峰时期 应该拿走整个职业高尔夫 总收入的80% 勒布兰詹姆斯的商业价值呢 给NBA带来的收入 占到了NBA总收入的10%以上 也就是说呢 他应得的工资 应该是NBA总收入48亿美元的10% 也就是4.8亿美元 哇 好多钱啊 在市场经济自由度排名 高居第12位的美国 工作的詹姆斯 并没有拿到属于他的4.8亿美元 是为什么呢 原因呢 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 就是那顶全世界最贵的帽子 工资帽 工资帽是什么呢 工资帽 Salary Cup 是指体育联盟 对于球队发给球员工资总和的限制 2018到19赛季呢 NBA的工资帽设定在了1.019亿美元 如果一个有钱的球队老板呢 不顾工资帽的限制 给疯狂的给球员发工资 他就必须要缴纳高昂的奢侈税 并且呢 随着超出工资帽额度的增加 税额呢 也会几何式的增长 因此呢 即使再有钱的富豪 也没有理由 每年几千万上亿的给联盟交税嘛 对不对 当然呢 纽约尼克斯储 因此呢 有了工资帽的限制 詹姆斯自然不可能拿到几亿美元的工资 我在上期的体育电竞经济学当中呢 讲到了更平均的收入 会增加体育联盟的竞争性 使得比赛呢 更吸引观众 最终呢 实现共同富裕 工资帽便是 是收入更平均的手段之一 然而有趣的是呢 对于美国这个自由的商业社会 几个老板坐在一起决定啊 不能给自己的员工 发超过某个金额的工资 这种行为呢 是教科书式的寡头垄断 叫Oligopolis 多半呢 是要被反垄断调查的 前一阵的这个硅谷科技巨头们这么干过 立马就被员工集体诉讼了 那么为什么体育联盟设定工资帽的行为 没有被反垄断调查呢 我们来看看工资帽 为什么不算垄断 体育联盟卖的产品 本质上是什么 我们再看体育比赛的时候 到底是对什么感兴趣呢 当然了 有人喜欢球员健壮的身材 有人呢 喜欢超级碗 Super Bowl 盛大的中场表演 我 cement empowered 睡觉的 이야기 对这个中共该肯定在想一切 有一种星期 能不能跟尊敲 器车 是土兵之之的 房子 们 中国 也有人喜欢Agilidus的颜值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 最吸引观众还是精彩的比赛本身 什么样的比赛才是精彩的比赛呢 当然是越激烈的比赛观众越喜欢 因此职业体育实质上提供的产品 是比赛激烈的竞争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正是因为工资帽保证了比赛的竞争性和精彩程度 也就是体育作为一个产品的质量 体育联盟对于工资的限制并没有被当做是垄断行为 毕竟寡头限制工资会对所有的员工利益造成伤害 而工资帽则会使大多数的球员受益 当然了詹姆斯那四个亿的工资算是被牺牲了 足球迷们普遍认为英超比得甲法甲要好看 因为英超的冠军争夺者至少有四到六个 然而得甲和法甲 我们勉强算两个吧 英超和得甲法甲一个显著的区别 就是英超各队的收入要平均的多 因此竞争也激烈不少 但是欧洲足球联赛都是没有基于球队总收入的硬性工资帽 相比之下拥有工资帽的美国体育通行们 在产品的竞争性上就不知道比他们高哪里去了 美式甲场球联盟NFL 作为收入最平均的体育联盟之一 过去的十年诞生了八个不同的总冠军 棒球联盟MLB更是在过去五年产生了五个不同的总冠军 NBA也总算是打破了勇士骑士二人转 恭喜伟大的加拿大人民 横向对比之下 美国的体育联盟竞争是更激烈的 收入也更高 而欧洲足球联赛则在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上面都差了不少 具体的可以参考我上一期的视频 1997-98赛季的NBA是迈克尔乔丹的最后一个赛季 那年他的工资高达3450万美元 比当年一大半的NBA球队的总工资还要高 在这之前他已经统治了NBA快十年 所有人都在担心他的退役会不会使NBA遭受重大的打击 但是实际上自从乔丹退役以后 NBA达成了新的劳资协定 彻底的杜绝了这种处于离遇值的工资金额 因此从2000年以后NBA反而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 联盟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 而说起电竞联盟 英雄联盟的工资帽我看也快了 NALCS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34万美元 LPL在年初也传出了将要引进工资帽的传闻 毕竟UZI的工资传说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 而除了UZI很少有选手的年薪超过百万 随着联赛的盘子是越来越大 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明显 如果没有工资帽 你有怎么让工资差距上百倍的选手 打出旗鼓相当精彩分成的比赛呢 UZI目前也没有工资帽 只规定了5万美元的最低工资 不过洛杉矶英勇队和Immortal Gaming的前任CEO Noah Winston曾经抱怨过 对于老板们来说 工资帽能防止他们发工资把自己发到破产 他们希望联盟赶紧搞出个工资帽出来 UZI第一赛季之前 旧金山震动队的Sinatra 15万美元的工资已经是联盟的顶尖水平 如今第二个赛季 DK的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0万美元 如果第三个赛季有队员的工资达到了100万美元 我一点都不会惊讶 很快UZI的队伍工资就会和球队的收入越来越接近 推行工资帽是势待必然的 要不然老板们就真的发工资把自己发破产了 毕竟能负担得起年年亏损几亿欧元的除了中东土豪的大玩具 巴黎生日尔曼 这么看来呢 英雄联盟S8赛季的时候 欧美捞兵们的集体雄起 其实对于英雄联盟的长远发展来说呢 是件好事 你SKD再强 连拿五个世界冠军 打谁都是切菜瓜 那英雄联盟还真不一定有人看了 同样呢 对于欧达贝尔来说 伦敦喷火战斗机队从第一赛季的第一阶段投签赛的冠军 到常规赛后半段的低迷 最后呢 再重回巅峰 拿到总冠军 给观众们带来的惊喜 肯定比纽约一步夺冠要强得多呀 最后呢 希望下个赛季的中国四兄弟们呢 也能为欧达贝尔的竞争性呢 做出更多的贡献吧 刘欢老师 我们终于等到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